莫拉克台风让四百多位小林村民 埋在土石堆底下 因为开挖非常的困难 所以小林自救会就决定不开挖 让村民安息 不过最近却传出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 就是竟然有人到小林遗址去偷挖钢筋来变卖 还让罹难者的遗骸四处散落 这让村民完全不能接受 掩埋家园的土石已经长出绿色的杂草 不过小林村民对亲人的思念没有停止 13位亲人都在莫拉克风灾中 罹难的帮农井 上周回家祭拜时赫然发现 埋在土里的房子被挖开 还有亲人的骨骸到处散落 让他相当气愤 去年风灾之后 小林村民就一致决定 遗址不要开挖 让罹难的亲人安息 没想到现在居然有不肖人士来这里乱挖 但是深埋在地底有好几层楼高的土石 土手根本不可能挖开 有村民推测 也有可能是因为公路总局在西底开辟变道 大型机具挖开大量土石 才会给不肖之徒有可乘之机 用个合体或是怎么样 把这边有埋在里面的亲人的一些东西 不要说再次的受到伤害 由于小林村是通往那马下乡的必经之路 基于交通需求 无法拒绝施工单位开路 不过发现有窃费之后 骑山分局已经加强巡逻 检察官中午也到现场开宴 希望别让小林村民继续受伤害 记者仍翻成显观高雄报道